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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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来到智库通放眼世界楼的环节 上集继续和大家讲一下菲律宾的话题 我身边有两位easy home的专家 分别有Don和Kathy 站在这里 两位你好 你好 先问一问Kathy 我知道你剛去到菲律賓的時候 其實你對當地的印象都很良好 其實你自己覺得去當地有什麼 吸引到香港人去投資當地的物業呢 不如說一說我自己個人經歷 其實我2016年就第一次已經踏入了菲律賓這個國家 當時我去完之後 我都第一時間去買了一層物業 給我自己的個人投資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他們有這個賭場的經濟 可能香港就聽澳門聽得多 但其實菲律賓已經有賭場開了 很多人都可以過去 其實他又很近香港 我們乘飛機可能兩三個小時 我就已經去到當地了 我那個單位 當時置業的單位 其實距離機場大約10分鐘內 車程就到了 我去到之後發現 平均年齡就是二十幾歲 全部都是講英文 而且他們很歡迎 很友善 而且他們人民的質素都很良好 他們會很友善 所以我對他們的感覺就很好 我覺得這個國家都應該 將來會發展得不錯 但是我們現在就身處疫情當下 可能一些賭場經濟都依賴一些可能旅遊業 我們都會有些擔心 會不會當地現在的可能流市情況 會不會出現一些波動呢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整個菲律賓流市情況 又是怎樣開始恢復了 沒有 其實疫情對於菲律賓的經濟打擊 在去年都是非常嚴重 但隨著疫症開始慢慢恢復 當疫情前的經濟和疫情後的經濟模式 都會有些少少不同 疫情前的經濟模式 好像Kathy說的 其實都是比較用賭場 或者是一些網上的博彩業務去拉動 而疫情發生期間 其實很多是外國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一些工作人員 都撤離了 所以對樓市 尤其是租務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打擊 疫症之後 或者是後期 當地政府和企業都調整了他們的業務策略 所以就重回一些商業輔助業務 包括剛剛Kathy說的call center 或者是一些服務行業 所以當地那些年輕人 都是留守當地的一些比較繁榮些的城市 例如剛才說到的Mercate 或者Mindelum這些城市 所以其實都是支撐著當地的租務 你都說到現在很多菲律賓的城市 都已經是很國際化 一些大城市 就比較吸納到一些年輕人去那裡生活 可能自己很多香港人的印象 對於菲律賓都是一些比較窮鄉癖 或者比較可能發展中的一些國家 可不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現在當地的可能一些生活環境 或者一些民生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他們都貧富懸殊一定都有一點 但是在馬尼拉大都會裡面 其實基本上都已經是很發達的了 其實我們以前大約疫情前 我們每兩個月都會去一截菲律賓 每一次我們看到都會有一些新的大廈都起了 你慣想其實我們剛才說了這麼多區域 Mercate就會是似中環 然後Mindelum就好像香港的灣仔 有些菲律賓市場可能會是次一級的 可能就是質如蔥這些 其實他們的寫字樓大廈 其實基本上都已經是和國際一線的了 他們有窮鄉僻樣的 但是就不會在馬尼拉那裡會見到 你見到的只會是一些高樓大廈 不會有些村落這樣 其實他們平均的樓都會起到十幾層 或者五、六十層的寫字樓大廈都有 已經全部都 如果要針對一些可能在那裡做事自住的人士 那會不會難適應當地的生活呢? 你自己都經常可能在疫情之前 每兩個月就去一次 那你覺得那邊的生活環境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如果以香港人為例 那最主要就是看看自己想找一些什麼生活的形式 那如果譬如覺得香港都比較繁忙 如果去菲律賓想找一些比較閒色的生活 實在選擇是比較多的 因為很長的時間之前 其實香港人都會去菲律賓潛水 和享受當地可能一些火山的環境 而如果是選擇回大城市 其實生活模式和香港其實都差不多 依然都可以是有很多的地鐵網絡 亦都可以是有很好的公共交通設備 可能自行的士 其實到處去都很方便 所以適應方面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們有時了解一個城市 究竟夠不夠現代化 或者夠不夠可能的城市呢? 那我們就要了解一下一些外資 究竟願不願意去投資當地的物業市場 或者一些可能的樓市 究竟有沒有一些外資的資金去承托? 其實現在一些可能國際投資者 又喜不喜歡把自己的資金 放進菲律賓的市場呢? 都有的 其實一線的iBanker 還有一些大型的保險公司 還有很多餐飲業都會去到那邊 進駐做 即他們的Head Office已經調到菲律賓那邊 因為剛才也有提過 它主要是用英文的 所以其實很多亞洲的地區 即未必做到這個效果 其實很多以前中國內地的廠 和越南那邊 他們其實都已經搬到他們的Head Office去買 尤其是剛才我們說 在麥卡蒂市裏面的BGC 我們現在都是在疫情階段 如果有些可能香港的市民 想了解多些關於馬尼拉 或者其他菲律賓城市的一些物業的時候 又可以有些什麼途徑去了解多些呢? 始終可能買一些海外樓 都要搜集很多的資料 或者要做很多的功課 有些什麼攻略 或者有些什麼小提示 可以給到一班可能投資者呢? 其實我想疫情期間 大家都習慣上網 因為實體方面 其實都比較難去到當地 自己去親身去查 所以其實發展商在香港 都會有不同的Office 如果建議投資者 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上網搜集資料 直接和發展商他們聯絡 當然菲律賓樓市 其實開放給很多不同的 國際的投資者 以及一些地產的發展商 去發展 其實除了香港的資訊之外 其實去台灣 甚至乎中國大陸 都有很多這些 關於菲律賓樓的資訊 所以都建議投資者 可以上網做經貨 Kathy 就想知道你自己個人 對於現在的情況 你覺得投資一個菲律賓的物業 是一個機會 還是可以等一等 保守少少少 可能通關之後 可以去到可能試測到 自己想買那道物業 才再作打算 我個人認為 其實所有東西都有危有機 當然你可以親身過去 一看再決定 但其實我覺得 機會都不等人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因為以前 坦白說 黃菲律賓樓市 差不多每三年 就差不多一個雙倍 其實都升得很急 現在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可以現在用一個比較合理的價錢 去買得到這個物業 還有很多上車盤 其實都是零首期 所以其實我覺得 越早上車是越好的 人們就說 你可以早買早享受 對於你們自己 可能都了解了這麼久 一些菲律賓樓市的情況 都一段日子 都有幾年的時間 自己有沒有預測一下 或者對於菲律賓樓市 對未來有什麼展望 阿當你先說 其實我們都對菲律賓樓市 都相對樂觀 除了剛才有一系列的 基本因素之外 其實我們自己親身的 那個體驗都引證了我們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們大致六年前 五至六年前 我們已經搭了這個土地 其實我們當初的物業已經翻倍 所以以個人經驗來說 是十分之樂觀 那Kathy呢 其實我的看法都跟阿當差不多 我們就 剛才有說到 我自己個人投資 我都買了第一間之後 其實這兩三年 我們都有再投資 更加多不同的區域 其實我個人覺得 疫情前和疫情後有少少不同 疫情前 可能就會有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去投資菲律賓這個物業 令到租金回報一定的升幅 基本上當時 中國內地都佔了差不多 超過七至八成的消售額 但是自從疫情之後 這一兩年 我們的基本因素都有改動 有很多大型的國家 那些公司 其實都進駐了Makati 裡面 我相信其實這個時間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大約一至兩年之後 其實他們 除了內需之外 其他國家 尤其是美國和歐美市場 反而很多人都會現在 反而看多些少少 菲律賓這個樓市的發展 因為疫情始終都是為這個世界 帶來了一個可能大的波動 可能整個樓市情況又不同了 那各位投資者 就真的要做多些功課 了解最update的資訊 和當地的背景資料 然後才好去投資當地的物業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 還有記得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Page 記得按下鐘仔 就可以留意到我們最新的資訊